好,同学们,这一节课我们学习分数的除法 除法,杨老师画得不如你,画得漂亮,应该是这样,对不对? 分数的除法 我先举一个例子,我们一次做三道题,好不好? 二分之一除以三分之一 记不记得分数中文都是先说下面后说上面 英文是先说上面后说下面 英文怎么说,one over two,one over three 对不对?中文是二分之一,三分之一 除法,除的这个数,用中文叫除以一个数等于乘以它的倒数 什么是倒数?就是把它给颠倒过来,上下分过来 等于什么呢?杨老师在下面写 二分之一,我还抄下来,对不对? 变成成法 成法变成什么呢?上面是几?上面 本来上面是一,把一掉到下面来 本来下面是三 分母是三,放到上面来 就等于乘以一分之三,three over one 就是乘以三,对不对? 然后这样我们就看出来 一乘以二等于多少?等于二 一乘以三等于多少?等于三 写到这儿,有的同学觉得 哦,我很好了,不用再写了 有的时候老师要求你把它变成 这个是什么?这个叫假分数 this is pure fraction,对不对?是假分数 但是它假的,怎么能上面比下面还要大呢? 儿子分子分母,儿子比妈妈还要大 怎么可能呢?所以变成一个带分数 带分数是什么呢?用英文叫mix number 就是整数和分数连起来 一有二分之一 这个大家都懂,对不对? 等于二分之二加二分之一 二分之二就是一 一有二分之一 好,我们再写一道题 第二题 八分之三 除以 除以 九分之四 来,我们算算看啊 你看到这个除法,别马上约分通分 no no no,别着急 除法做起来太麻烦 你要先把它换出来 换成两个对 这个对你现在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 这个是除法 你要把它换成两个 两个上面一个对 下面一个对 然后你才好约分 所以第一个数不动 第一个数永远不动 第一个数 谁当头子 永远是头子 不能给他换位子 OK 第一个数不动 第二个数 你要换的是第二个数 是紧接着这个除号 这个数 变成成法 变成成法是什么呢 上面跑到下面 上面跑到下面 下面跑到上面 乘以 四分之九 9 over 4 那现在我们就可以成了 来拿上杨老师漂亮的 起 甩一甩 快用光了 8乘以4 等于多少 杨老师这样竖着写 你可以一直看出来 它是怎么变出来的 4832 3乘以9 3927 就完了 好 再做一道题 第三题 10分之3 除以 5分之2 来 咱们试试看 等于什么呢 第一个数 照抄下来 永远不动 第一个数 永远照抄 一定要老老实实 抄下来 第二个数 上下翻倒过来 2 跑到下面来 5 跑到上面去 5分之2 变成2分之5 5 现在 你可以成了 也可以化解了 下面是10乘以2 10乘以2 10和5可以化解 对不对 都被5除 5被5除变成1 10被5除变成2 等于多少 2 除干净的这个数 2乘以2 等于4 Oh That's a smiley face That's good 来 给他画上一下 眼睛和睫毛 啾啾 啾啾 2乘以2 等于4 3乘以1 不是乘以5了 5已经被消掉了 3乘以1 等于3 所以这道题的结果 是4分之3 好 现在我们算大一点的数 第四题 16分之5 除以 8分之3 来 我们再算算看 等于 第一个数 第一个数 照抄下来 一动不动 16分之5 5 5 over 16 乘以 呃 叮 翻过来 下面是3 上面是8 8和16 可以约分 嗯嗯嗯嗯 1 2 所以 2乘以3 等于6 1乘以5 等于5 所以 等于 2乘以3 等于6 照样写下来 1乘以5 等于5 来 咱们再出一个更大一点的数 第五题 7 8 56 分之25 除以多少呢 呃 嗯哼哼哼哼 49 分之15 嗯 这个数字大一点 等于什么 第一个数 照抄下来 一动不动 上面25 下面56 乘以 翻过来 15 分之49 是不是已经背了惩罚口诀 7 7 49 7 8 56 7 5 5 后面有一个5 全都被 能被5整出 3 5 15 5 5 25 嗯 还能再 再约分吗 不可能了 对不对 等于 24 下面是24 3乘以8 等于24 5乘以7 等于35 嗯 这个是 假分数 对不对 这个数 下面 小 上面大 那怎么行呢 这不是翻了天了吗 对不对 一定要上面小 下面大 对不对 哪能 儿子比妈妈大呢 不行 我们不喜欢 所以变成 1又 24 分之11 对不对 24 24加1等于35 好 再做一道题 我还没有 我还没有做够 说上一句 来 再做一道题 第六题 嗯 72 分之 四十 九 除以 除以 64 分之 35 来 试试看 等于什么呢 第一个数 照样抄下来 一动不动 49 在上面 72 在下面 不动 第二个数 翻过来 不灵 翻过来 64 在上面 35 在下面 49 35 中间有什么 神奇的数 magic number 7 7 对不对 35 除以7 等于5 49 除以7 等于7 72 和64 你肯定都知道 这里头有一个 magic number 有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数 神圣的数 都可以被谁除呢 都可以被8除 8乘以8 等于64 然后 呃 8乘以9 等于72 所以这下面是9 等于多少呢 5乘以9 等于45 7乘以8 等于56 哦 还是一个假分数 下面小 上面大 不行 1又 45 分之11 怎么还是11 再出一道题 上瘾了 7 36 分之21 除以 除以什么呢 除以 7分 除以 除以 下面 说一个什么数呢 除以 16 分之 3 好不好 试试看 等于什么呢 第一个数 照样抄下来 一动不动 21 36 其实你现在也可以约分 但是我们现在不做 先把下面的数 翻过来 下面是3 上面是16 哎 现在我们再做 3和21 可以约掉 1 7 那么 36和16 都可以被谁除 被4除 9 4 16 除以4 等于4 36 除以4 等于9 下面是多少 还是应该用红色 对不对 有一点糊涂了 所以 等于 9 1乘以9 等于9 4乘以7 等于28 这个要比1大 所以 39 27 对不对 是三倍的 9 分之二十七 减一 二十八减二十七 还剩下一 三又九分之一 对不对 这个就是分数的除法 嗯 这么多地 二十九分之一 还是五三 二十七 就是三十八 二十七